好問一下這個洪文翔醫師 上個禮拜三你在這裡跟我錄影的時候 那個時候義大利的死亡率 已經拉高到三個百分點 那個時候義大利確診三千多個案例 那現在義大利直接飆車破萬之後 他的死亡率就拉高 而且天天飆高居高不下 而且幾乎是雙倍 因為從三點多趴拉到六點六趴 那其實有一條線我後來觀察 大概確診人數到七千人次以上之後 他就是他的醫療的那個負荷就超量 你知道現在義大利住在家戶病房有多少人 有1028人 我們現在想說 這個新冠武漢肺炎 會不會讓我們猝死在我們的街頭 那天不是說有一個台商去看植牙 那植完牙之後他突然猝死 他們講說會不會是新冠肺炎 你知道我們常常在看武漢的 有一些人就在路邊就路倒就過世了 其實那個就是超負荷 就是說本來應該是住到家戶病房去的人 但是因為他沒有家戶病房 他可能就在他家過世 或者走在路上就過世了 這個都是很恐怖 大概在七千人 那我們現在全世界 那疫情到底多嚴重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一個統計的 目前大概全世界 大概已經有113個國家 確診有這個新冠肺炎 那確診100人次以上的國家 有24國家已經到100人次 1000人次以上的國家確診的 已經有9個國家 那這個9個國家裡面只要你知道 只要到7000人次這條線就會產生 我剛剛講的有可能家戶病房不夠 會路倒在我們的那個路邊 但是我其中要點出一個 你的特別危險 我們講說12萬 我們大家會不會好奇 這12萬人現在到底幾個出院 幾個死亡還在住院的有多少 那我就找到了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就已經close case的 就是這個是Active 這邊是說還在治療 這個已經close了 12萬裡面 事實上有72937人 其實已經close close有兩條路 一個叫死掉了 一個叫做免疫了 我已經安全了 已經打完 這一次打完疫苗 但平安出院的有68304人 死掉的有4633人 你看死亡率大概6% 就出院94%是安全出院的 那有6%是死亡 那現在還有誰在住院 住院裡面有53,430人 那53,430裡面 其實47,723人 就是89%都是那種很輕症的 可能只要隔離就好了 不需要住院 可是住那種叫critical的 需要插管 需要住家戶病房有多少 11% 11%是多少 5707人 這個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疾病現在目前 我們確診12萬人 事實上大概剩下5萬多人 有7萬多人已經save了 那死掉了4000多人 那事實上這5萬多人 裡面的5707人 這個是最危險的 那這個可能有很多的是 那些我想上了年紀的 在那邊很多 這個是很新 那但是我要指出 可是洪醫師外界會擔心 一旦醫療臨界點 你剛剛觀察到 你觀察到一個數字 可能是確診超過7000人之後 醫療系統可能崩盤 崩盤之後的死亡率就會拉高標高 那以義大利來講 昨天我在這裡錄影的時候 他確診1萬人 今天他1萬2 所以他成長兩成 然後昨天在這個時間點 他這個死亡率6% 今天他拉到6.6% 所以他死亡率再度拉高 所以假設是這樣子 他持續的擴大 因為義大利是一個總人口 6000萬人的國家 所以他出來確診1萬2 那如果變成確診12萬呢 如果變成確診120萬呢 當然有可能 因為是有可能成長到這樣的 德國總理梅克爾就說 大概是60%到70% 他預期認為他們國家 可能加上會有60%到70% 會感染這支病毒 那我們當然就期待 我們講說這次 他是不是輕症的占大多數嘛 但是我要講 當你超負荷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大量的一個死亡 但是其實我剛才 每次看那個確診 有上7000 美國現在才1000多人 是確診一樣 那確診人數常常被 每個政府的那個領袖的 那個心態 對面對這支病毒的心態 有關係 我看一下 就看我們到底檢測多少 洪醫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梅克爾的說法 梅克爾已經是歐洲國家當中 這個國力最強 醫療產業跟醫療體系的 這一個能量跟壓力測試 最堅實的 同樣是歐洲幾個國家 這個確診逼近2000 可是你看德國的死亡率最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德國的國力 那他展現在各個面向 那當然全世界 這次也看到台灣的國力 這個國力 絕對不是只有醫療產業鏈而已 這個國力也包含 台灣的加速的開動的製造業 跟口罩跟這一些醫療第一線的設備 這個都是整體國力的展現 那檢測只是對抗這支病毒當中 第一道的這個戰爭 我覺得各個國家對抗這支病毒的態度 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就是像鴕鳥心態 我不去管輕症的 我是只看那個重症的病人 那有一些是鋪山鋪天蓋地的去篩檢 不要放掉任何一個 其實我們台灣比較像是第二個 比較鋪天蓋地 那你想說我們就來看檢測 其實我之前講我剛講說有九個國家確診已經超過一千案例 可是我裡面真的很擔心的是美國 比如說你是那種 我剛講那種第一種的都只管重症 不去鋪天蓋地去找那個可能感染源的去檢測的 那個他的確診是跟那個 其實裡面藏了一個大黑數 那個黑數才是很恐怖 那我們就來看他到底是誰有在努力做檢測 我們就你看我這邊這邊有兩欄 這邊是國家這邊是他在做到三月十號之前做了有多少個總共做多少次的檢測 那這個是除以他的 第一名是南韓 每百萬人口 如果以絕對值二十他已經做到二十一萬了 檢測到二十一萬的能量了 所以但是他第一名 可是他以密度檢測的密度來講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什麼八零 他給我們每百萬人口數南韓是做了四千零九十九個case 然後我們的八零是中亞那個國家八零是四千九百一十個 我在想八零怎麼那麼積極 八零現在才第二十幾名 他確診率才一百人口比較小的國家 對 他們母小 所以他得反而是 可是他真的做得很 他做八千多也是重 八千多等於多少咧 看美國 美國 美國人口有三億多人 那他是讓他做了八千多跟八零差不多 他的密度 他的每百萬人口只做到二十五 美國他檢測的那個積極度跟誰差不多 在下面的就是越南 土耳其 美國是以這樣的態度在面對這次病毒 那所以他的死亡是蓋不住了 所以美國的死亡率是一直在拉高 美國死掉三十七個 可是我相信今天川普真的非常謹慎 在面對這件事 可是他一定不是看到他死掉三十七個 他是看到他的股市 再怎麼樣都結果不下 他又跌了一千四百多點 這才是讓他發現 即使我今天不是因為這次 他一直把他定義為流感 反正死掉個三萬多個 三萬七千個流感又怎麼樣勒 對 可是他講 怎麼會引起這麼大的恐慌 沒有 現在就是美股多頭的熊市 得流感 得武漢肺炎病毒 他如果不救這一個多頭的話 他不容易爭取連任 你看我剛才再想一個 很想意大利 意大利做了六萬多個檢測 那意外意大利處理他人口 他事實上他也是排在前四名的 其實很多意大利政府 對他們人民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比其他歐洲的國家 災情比較慘重 他們一直跟他講說 是因為我們很積極的在做檢測 他真的是有積極做檢測 不過他們已經超負荷 超負荷就是會造成那種死亡率拉高到 那個讓人難以想像的地步 那意大利所以才會步入中國的 這個封城封國的模式 他現在無論如何都要降低他的擴散 對 我的意見是這樣 在早期在一百人次之內 確診一百人次之內 你很積極的防堵滴水不漏 你就可以預防他走到這 一旦到了我剛剛講說到了什麼 一千人次以上 其實已經很難 我們沒辦法一個一個去溯源 比如說我確診一個 我就找隔離兩百個 那我一百個 我在隔離那麼多 我覺得很多時候做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步入社區感染階段的時候 你要做的就是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你的重症醫療夠不夠 重症醫療那種加護病房床位夠不夠 一般輕症的真的沒關係 你給他也不見得負壓隔離 只要單人房就可以了 但是你只要那個一旦重症的 那個就拉高他的死亡率 這個是很恐慌的 那侯醫師上個禮拜三 你在這裡跟我錄影的時候 那個時候義大利的確診是三千多個 然後跟現在的西班牙法國是接近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西班牙法國 如果在很多決策模式上 步上義大利的後程的話 很有可能搞不好一兩個禮拜後 我們在這裡錄影 然後我們看到西班牙法國冒出跟義大利接近的結果 他們就用義大利的那個每一天增長的數目去畫了一條曲線嘛 然後再把那個我們講美國的那一條曲線 然後把英國西班牙法國發現每個全部扭在一起 都是沿著那條線在走 比如說法國西班牙可能就是十天前的義大利 他們講你如果你的政策策略你的沒有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十天之後我在這裡錄影 然後我就想哇為什麼我們講西班牙美國法國也死了這麼多人 死亡率也拉高到這麼多 人家死亡率一直在變動 之前我們都說這家這是病毒死亡率不怕 可是為什麼現在已經全世界拉到3.7% 就是之前只有一個武漢這個城市超負荷 現在歐洲的每個國家如果都超負荷 每個都變成我們的義大利 哇那真的不得了 這次的死亡率還會再上升